再來關心地震宗感染 恐怖 繼續擴大 檢查中庁 紅色明 上禮拜時 讓檢風傳去問了後 早晚也讓法務部調查 稍作抑順 要來了請感染 違法 另外檢查員和檢查官 檢查委員會 也要追求他的責任 對著地震宗感染 有違法感染 法務部調查 稍作可不掛緊 最後晚上 一睡覺又在抑順 五名地震宗的行為 其中包括關鍵人物 檢查中庁紅色明 要了解 地震宗感染 國會控制設立綜藝的過程 感染違法 面對藥室 紅色明還是堅持 感染的過程一直下降 而且在地震宗 黃色明的講法之後 法務部的調查工作 就已經結束 最快的 這禮拜就有結果 不過面對紅色明來說 現在除了法務部的調查 北京也在追查 他有審陷疾病 還有檢查過 憑感委員會 還有檢查他 也同時在調查黃色明 有審陷疾病 我問心無愧 我沒有對不起國家跟人民 也沒有虧欠檢查中庁這個職責 我只是把司法最黑暗 最醜陋的一面給掀開來 黃色明強調 他是在接觸中台的關稅案 從頭到尾都騙得知道 不過現在在國際設議的聲音當中 電動讓自己拔在風暴裡面 現在還要面對蘇法 還有行政制令的途徨調查 記者綜合報導 還有